各位观众,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争夺前四名的另外一场比赛 就是中国选手王立琴和伊朗选手阿里梅安 阿里梅安也是近年来涌现出了一个年轻的新秀 这人的打法很像波尔 我想可能也是波尔的一个追随者吧 所以他的动作包括打法的一些路数跟波尔都有相似之处 今天可以看出这个 阿里梅安没有任何的包袱,放开一搏 所以打得非常果断,非常凶狠 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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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 二、五 三、六 那在第一局的比赛里,我们看到这个阿里梅安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阿里梅安呢,他是分在了第三小组的小组赛 阿里梅安,他和庄志渊,徐贤德,还有这个日本的五孙真情分在了一起 结果呢,他一小组前两名的身份出现,碰到了王丽琴 今天他和王丽琴是展开了搏杀的战术 就是下手比较狠比较凶 第二ulos 漂亮 百万千 三公 十万 六 discussing 六 三十五 四九 五 在開局的時候王綠秦落後的比較多 當時打到了3比7 可以看到廣州天河體育館今天的人還是不少的 王綠秦在3比7落後的情況下 現在把比風推成了8比9 跌到了9平 追回了4分 這樣王綠秦在3比7落後 落後4分的情況下 最終是連續地把分板回來 最後以2分優勢取得勝利 應該說是連著贏了6分球 第一局打得非常不錯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阿里梅安這個運動員 他的能力還是非常不錯的 只是在後面領先的時候沒有把握住 這次的亞洲杯平凡族比賽 中國平凡族隊是派出了王綠秦和許欣出場 女子是派出了劉士文和舞陽出場 經過了昨天的小組賽 今天已經進行到了4分之1 和半決賽 明天晚上8點鐘 將進行男女單打的決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球是能發力 不能發力 阿里梅安是堅決發力 也就是說打法上 他就樹立了薄殺的這麼一個思想 因為他和王綠秦還是下風 落後4分 落後5分 在第1局呢王綠秦一上來遇到點困難 然後很快呢就連續贏6分 扭轉了敗局 第2局一上來大家看6比0大比分領先 年輕選手的最大弱點呢就是 這個怕變化 也就是說對於老運動員來講 在節奏上 在方式上要不斷地變 干擾對方 如果年輕人員呢 如果打到他感覺到 比較自如的情況下 那麽他們的基本技術包括體能 包括這個力量速度 都還是有優勢 大家看這個阿里梅安啊 剛才是退到中台以後 他換成了右手來氣球 大家可能沒注意到 說明這個運動員呢 是手感是非常好的 這個在規則裡是允許的 7-3 7-4 5-7 1-7-8-7-8-8-8-9-8-9-9-12-2021 刚才这是你选择发球 一浪的选手阿里梅安如果在命中率上能够加强 他的球还是很有锐利很有威胁的 大家看这个反手质量非常高 关键看王立琴这两个发球 这个机会就没有打到 应该说这个选手今后可能也成为一个在亚洲男线上有威胁的一个人 因为从他这几下你可以看出这个人实力还是有 而且球打得比较独 基本架子基本动作都不错 第一局王立琴是三比七落后 最后连得六分扭转败局 第二局打得比分又很接近 伊朗选手阿里梅安发球 这个球拉得很轻 落点是在中间 出乎了王立琴的意料 十二比十二 十二比十二 这个王立琴连续两个机会球没有打到 尤其第二个球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这种办出台不出台的这种拉球王立琴是比较突出的 他敢于迎前拉 对这种球的判断非常准 他里面的反手进攻威胁非常大 速度快 旋转强 无限低 这样呢 在第二局比赛里 阿里梅安呢 而且两局都是以两分优势取胜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阿里梅安啊 这个队员还是有一些特点 可以概括起来呢 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发球不错 尤其是逆旋转发球不错 第二个就是反手的发力非常好 反手在连续拉的过程中 力量大 无限低 连续性也不错 第三个呢 就是阿里梅安在发球 接发球的环节上 是不错 你看不怎么吃王立琴的发球 而且在发球以后呢 他自己有时候主动能够上手 所以对王立琴来讲 必须要 这个很好的研究 而且笔分呢 要尽早的拉开 否则的话 咬住以后就很难打 你看他这个出球非常锐利 力量大的时候比较凶 像有的时候比较轻的时候 落点非常到位 所以大球很刁钻 连续拉三板反手 然后过渡一板中路 这个球发得好 你看没有出台 两跳 在台里是两跳 接发球戒得也不错 我想他很可能是在中国 在中国的这个省市可能训练 你可以看出他这个技术 非常先进 在接发球的时候呢 动作很快 控制很陡 然后下手又比较凶 对王立琴的发球 基本上不吃 而且他的发球反而对王立琴 还有一定的威胁 应该说这也是这次亚洲杯里涌现出来的一颗心形 这个伊朗的选手阿里梅安 在上一场比赛我们转播的时候呢 没有表现的这么突出 你看这个反手 你看这个白短控制的 王立琴气氛上一上手 刚一拉手马上又得伸上来 说明他这个短球控制非常好 你看又一个白短 摆得不错 完了直接挑 在正手这个挑打能力上 欧洲运动员不比亚洲差 现在伊朗选手阿里梅安把比分又抄得出来 6比5 比赛 比赛 防守能力很强 漂亮 记得05年在上海时评赛的时候 当时梅兹放高球 这是我们的好帅 当时打高球打不死 那么现在呢 阿里梅安放高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他的短球控制还是非常好 所以今天如果王立琴这样打的话 他看来有一定的难度 他要想办法突破 赛网 赛网 今天王立琴的正手输入率比较高 这可能跟他的移动相对慢 可能有关系 王立琴应该是1978年出生 所以30多岁的老将 现在保持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好的 机会球结果打丢了 这样一浪的选手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5届亚洲杯的平方球比赛 亚洲杯就是 这次采取男女单打 一共是16个运动员参加比赛 16个选手分为4个小组 每个组4个人 经过小组的比赛之后 前两名进入前8名进行单淘胎赛 所以王立琴来讲必须要有耐心 不能有急躁情绪 说我比他高 然后他还反过来领先我 所以我着急 这个情绪是不能有的 必须要一分一分地去争 要做好这个恶战的准备 他现在在发球接发球的环节上 他比王立琴不弱 你可以看出来 反手拉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连续性的 所以王立琴要考虑在节奏上 在变化上要干扰他 现在这个阿里美安打疯了 就像每个打球的人都有感觉 有的时候确实到了一定的份上 就怎么打怎么有 现在他就处在这个阶段 所以王立琴要遏制住他这个势头 每一次大型的比赛都会涌现出新星 我看这次这个伊朗选手阿里美安 就算一个新星 王立琴现在情绪有点急躁 所以老想一下打死 这样就失误多了 去发球了 如果这个伊朗选手阿里美安要 今天要赢了王立琴的话 那这可是个大冷门 这局上来落后太多 所以王立琴要做好1比3落后的准备 就算是路线 必须高线 站好 站好 大线 完 大家看到伊朗这个教练 他在拿笔在记着什么 这其实也是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教练员用数字 再给运动员进行指导 比如说你进攻了八次 你失误了三次 所以你的正手失误相对比较多 像这样的指导 往往更具有说服力 王丽勤现在必须要把自己的位置 要放平 不能说我是势力冠军 你是个不知名的 所以我必须得尽快把你弄下去 这个心态的话可能就难 不管你是谁 现在我就要一分一分地打 而且要想办法干扰 还有在节奏上要变 还有在节奏上要变 这局好像拿回来呢 已经有一定难度 现在王立琴的正手 手率比较高 阿里面的防守 还是相当不错 尤其是反手的反拉 威胁非常大 王立琴要注意 阿里面的反手 在拉的时候的反拉 王立琴是中国平方球队里面年龄最大的一种员 而且他是基本技术也是最扎实的一个 今天阿里面在发球接发球的环节上不输给王立琴 他不怕王立琴发球 反而他发球对王立琴还有威胁 又来了 你看就这个球 一定要防着他这个球 这个球的威胁非常大 得了四五分了 就这个大家看反手斜线 就来了 现在在第四局 第四局伊朗的选手 阿里面就以十比六领先 哎呦 又一个出界 今天王立琴正手这个半高球的失误率非常高 已经丢了第四个球 现在对王立琴来讲 在这种一比三落后的情况下 仍然我觉得呢 还是要 心态要放平 不是 现在虽然说阿里面 阿里面是一个不知名的运动员 但是他的球本身 确实是很有威胁 所以对王立琴来讲呢 就要在细节上 要多下功夫 另外呢 就要想办法干扰 就要想办法干扰这个阿里面 把他这个 比较好的状态给他终止住 刚才秦子讲 在指导的时候 也特别提示王立琴要注意 反手 他甩着一下 因为他这个反手这一板 甩力量很大 王立琴还应该在自己的发球上 要用心在落点上旋转上 因为现在对阿里面的 基本上发球没有形成威胁 第五局比赛开始 王立琴是做好了多拍的准备 今天给观众展示出了一场 非常精彩的比赛 特别是这个 作为一个阿里面伊朗的运动员 今天呢 和王立琴打得难解难分 你看又来了 就这个反手这一板 这一板球的质量非常高 现在两个人的心态完全不同 王立琴肯定想着 是我不能够输 我一定要赢 所以他压力就比较大 那么这个阿里面伊朗 现在是放开了 他输了也正常 赢了更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他打的比较 动作比较果断 豁得出去 又换手了 刚才可能注意到了 到这个反手以后 他又换成了右手 现在他是左手握牌 那右手打了一板 而这个球呢 王立琴又是正手的 一个半高球的失误 王立琴先采取反手抢冲 王立琴先采取反手抢冲 好的 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进入前四名 现在许新呢 已经进入到了前四名 他说是正手抢冲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应该是和中国香港选手江天一争夺一个决赛权的位置 另外这场比赛应该是胜者将进入半决赛 现在形势对王立琴还是比较有利的 这一局拿下来以后后边就希望还是非常大 现在对王立琴也没有退路 所以关键是心态要把握好 他里面发球连续拉 5比6 吃了一个发球 转眼间三分球又回来了 第五五十 Battle 第五十 Battle 第五十 Re Si 第五十里 езд满军 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 2012年在广州 体型的亚洲杯 推荒球男女单打 四分之一的比赛 这场比赛之后将是中国选手刘诗文 他和 新加坡选手于梦宇的比赛 这场比赛也是一个焦点一带 因为于梦宇在不久前 我印象是战胜国流水 今天阿里美安的反手 真是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现在他前面的局数3比1领先 如果再赢一局就4比1战胜王立琴了 这个球王立琴显得有点犹豫 因为在前一段 王立琴的正手事务比较多 可能给他心里头带来一些阴影 对自己的正手可能自信心就显得不足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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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12年的亚洲杯的乒乓球比赛 现在争夺前四 这是中国的世界冠军王立琴和伊朗的阿里梅安 但由于在前面的比赛中 这个阿里梅安超水平的发挥 现在使得比赛已经打到了局数3比1 王立琴落后 也就是王立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还落后一分在第五局落后一分8比9 大球得了一分9比9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保守 不能够有侥幸的心理 必须要积极的上手 把主动拳抓在自己手里 王立琴还是非常主动 接发球直接把球挑起来 阿里梅安第二个发球 正手连续拉 形成对拉 这样打成10比10了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进入半决赛 伊朗选手 阿里梅安这时候是到正手拉了一个直线 这样阿里梅安反而领先了一分到了比赛的赛点 哎呀吃发球了 这样呢就是出了一个大冷门 就是阿里梅安反而是4比1 战胜了王立琴 淘汰了中国的运动员 那么伊朗的阿里梅安呢 这个确确实实今天所表现出来的技术 让我们认为呢 他确实在实力上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而且今天是敢打敢拼 放手一搏 创造了奇迹 我们祝贺他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来看女子争夺前四名